往後說李六有犯言 往後叫我適應 走過去應該是電動火給屋裡 不是走房應該是屋裡 說是屋裡 發生火災就是我現在所在的 小區3號樓的一單元 進來之後我們可以看到 電梯前面放了一個圍檔 電梯門上面貼了一張停梯的通知 上面寫道 由於本單元醫護業主家室內起火 導致電梯受損目前無法正常使用 那現在12樓到底是一個什麼情況呢 我們現在爬上去看一看 爬到12樓我們發現 樓道裡面已經被濃煙給熏黑了 而且現在仍然可以聞到一股烧糊的味道 而12樓這個樓道門現在是已經上了鎖了 在門上面貼了一張封閉火災現場的公告 現在我們辦法進入到12樓裡面 看到住戶家裡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但是通過市民給我們提供的視頻當中 可以看到 急火的內戶現在已經拉起了警戒線 屋裡面是燒得面目全非了 同樓層的另外兩戶的房門也被燒壞了 而12樓的電梯門也被燒變形無法使用了 這家掃的還在門 看不出個兒出來的 窗框 門框 燒沒了這屋什麼 那床還剩一點 那屋也完了 主要是體上沒有了 這電梯也完了 這位都得停 這行燒 整個這樓你往上手一直到四八樓 都去全尋尋缺分 人完沒了 人家嚇人的 火災發生之後呢 大夥第一時間報了警 但是據業主介紹呢 救援人員趕到之後 在救援的過程當中遇到了難題 等我下樓那屋就兩點多了 五到兩點多了 因為他進不來 這二環那家跟要我們進不來 說消防通道都堵 要不消防通道 那車也宅也進不來 個個都進不來 或者跑進來 消防員跑進來 給樓下接的水 晚上噴 晚上滅 有車擋消防通道 不擋消防通道 那倒也都堵死死也進不來 有什麼是家車堵 消防通道有這種沒事嗎 沒有 我們消防通道就是14號樓下一個 我們沒堵消防通道 消防人員趕到之後呢 第一時間把火給撲滅了 而萬幸的是呢 這起事故 並沒有造成人員受傷 據業主跟我們介紹呢 活在方程當天晚上呢 家裡的水電並沒有端 但是燃氣呢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來 而據我們從小區物業那裡了解到呢 等到把三號樓 電梯裡面的水晾乾之後 維保公司就可以開始正常維修了 那在這兒呢 我們也想給大夥提個醒 從今年8月1號起實施的 由國家應急管理部公佈的 高層民用建築消防安全管理規定當中呢 明確規定 禁止在高層民用建築的公共門廳 疏散走道 樓梯間 安全出口 停放電動自行車 或者為電動自行車充電 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效防法》 第28條規定呢 任何單位 個人不得占用 堵塞 封閉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 消防車通道 所以呢 提醒大夥 用火用電別大意 火災無情必耳吸 真是萬幸沒有人受傷啊 用電安全無小事 電動車充電更是慎之又慎 其實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園區裡面 配備專門的電動車充電裝 這樣才能避免以後類似事情的發生 這高層住宅的業主千萬得注意 別把這個電動車往樓道裡面放 更不能在樓道裡面充電 今兒了 這幾天咱們家住在沈陽市黃谷區 寧山中路58號8單元的熱線會員 跟咱們反映 說家裡面已經20多天沒有水了 前兩天的那場暴雪 算是解決了燃眉之急 大夥都端雪回家化水用 瞅得腦瓜子生疼 10月20來號吧 然後就是突然下午左右吧 然後就沒有水了 因為這個小區吧 它有的時候就會停水 咱們就是沒當回事兒 偶爾停水也正常 業主心裡沒著忙 合計轉天水能躺 單等不來停飯場 等到第二天就是一直沒有水 然後來就問那個旁邊別的單元 鄰居人家都說有水 就我們沒有水 這個單元中了招 這是招誰惹誰聊 一停就是20多天 21戶業主 直喊男 吃水用水先都成問題 就是沖廁所什麼呢 我們今天都沖不了 我們生活用水乾脆 你看那盆現在還接雨水呢 咱們都整個雪 跟那兒接 到處接水 廁所沒法沖 吃飯那裡成問題 剛才一盆水就沖 就沖廁血一化完 就斷水 我這老太太一盆一盆就這麼斷 二樓有小孩的洗衣服也整不了 我像我們家有那個摊 摊床上老人 我們現在都沒辦法弄 身著身著洗不了 衣服 衣服洗不了 現在家都是這個問題 然後從藥房打點水 生活用水 吃飯做飯呢 就在超市買水 就那桶 大桶是20塊一桶 我們天天晚上淋 年輕人還可以 年年大的時候 你看地特別滑 一下雪 摔焦的 我都摔了 居民吃水難 有人來解煩 大夥一反應這個問題 沈陽水務立馬派人 採取措施來應急 居民們跟我們說 這個是停水的 第三天的時候 自來水公司在這個外面 給大家夥接了一個 這樣的一個自來水管 我們現在擰一下 現在整個這個 可以擰得動 但是很費勁 但是看一下 一點水都沒有現在 當時他接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提出疑義 就說因為馬上就快上洞了 然後那個就說 如果你接這麼一個水管會動 他就說那個 到不了那個時候 一開始這麼說的 那咱們就讓他接了 結果就到現在 然後就是一直 沒解決這個問題 聽明白了 這就是個應急措施 確保大夥先有水吃 可這二十多天過去了 應急設備不給力 業主家裡還沒水 這事卡哪兒了呢 聽到的說法是說是 好像說是一樓 然後說把房管了 但具體怎麼回事 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去問 去問一樓 然後他說沒有關這個房 它一二樓它門上都有水 因為它一樓吧 下水什麼上水 它都自己單獨走的 一二樓的水是自己走的 對 因為它門是房 它們自己走的 它們不受影響 感情 這個八單元的九層樓 一二樓是商鋪 從三樓到九樓是住宅 眼下商鋪有水 樓上沒水 大夥想整明白 這是什麼情況啊 咱們之後就是找過社區 找過房產維修 然後找過自來索 就是該找的我們都找了 然後現在的情況就是說 他說他的理 就是各說各的理吧 然後最後就是 也沒出來個解決的方案 就始終照著我們沒有水 真是腦瓜疼啊 腦瓜疼 你說二十多天沒水 那不腦瓜疼咋整呢 現場的情況是樓下有水 那為啥樓上沒有水呢 這水到底卡在哪兒了 為了幫熱線會員弄清楚這事 記者把瀋陽水務集團 黃姑營業分公司 瀋陽市黃河街道 嘉陵江社區等相關部門的工作人員 都請到了現場 現在下面是地溝塔的 我們就是只能說進到一樓這個廚房 待往前奔的那個超市那個門市裡面 就進不去了 現在地面下面有下順的一個情況 現在距離底下距離什麼什麼情況 誰也不清楚 如果一旦挖樓面的話會有一些隱患 所以我們在溝通的問題 水屋集團現場勘察發現 這個小區年頭較長 地下管道情況複雜 維修難度大時間長 要想解決樓上居民的用水 他們建議走民館 但這個需要業主的同意 另一種方案呢就是在棚頂 棚頂然後那個就是說接管 就在一樓一樓那個商户的棚頂 在接管 但是人家商户不認可 社區的韓書記說 這個維修方案 他們這段時間就一直在溝通 但一樓業主的顧慮很大 如果你要做地下距離 咱就配合一下的 我就做出那些工作 小班工作 有什麼困難 你跟我幫你找 你騎哪兒都給你 拉死 不同意 那你看你有什麼 晚上讓他來 咱和他弄 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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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就是不同意 就是不同意 對 走上管 那你說資金解決 也不影響他經營什麼的 對 那我 咱們這個石工 剛才二樓走 對他有影響的事 正常 眼患就是到夏天時候會出汗 出汗就是管上會截路 所以說你正常 咱水不是溫度 基本那個是在七八度 夏天二樓都一個管上會進汗 但是我們可以做一個保安處理 也得同意給用一個承諾 這個情況 但是那個房主電阿姨 始終就不同意咱們這個這個施工方案 因為我是多次溝通了跟他已經 不是一次兩次 我幾乎每天都給他打電話 然後對他進行勸索 他現在就是不認可這個方案 不認可 那你像剛才說資金說 說走二樓給他做保護也不行嗎 我這些話都跟他說了 他也不同意 什麼都不行 什麼都不行 然後我說那你提個條件了 什麼的他也不同意 這現場水務集團 給出的解決方案是啥呢 就是在一樓的這個棚頂 接管給樓上供水 如果說業主擔心有問題 他們可以採取措施 與人方便與己方便 那我要是一樓房東 我二話不說我指定同意 一樓的房子已經出租 跟房東也是電話溝通的 沒見著面 那這位房東到底有啥顧慮呢 是不是電話溝通 不太容易描述明白 現場的這個情況啊 社區書記經過反覆地做工作 終於把一樓的房主請到了現場 我們家地面現在下眩 那都是自來水和下水底下造成的 就是房產局的這個產權單位 是房產局 房產局它應該徹底地把大份清除 完了蓋底下把管接上來 通上來 這是一個合理的解決方案 它這個管道吧不能 因為它本身的夏天毛汗呢 各方面 那有水的租 對 有水的租 那你不能這麼租 那你說如果說自來水剛才說 承諾說給你們就是那個包裹 那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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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還是堅持得走地下 對 對 要不然的話地面咱也不同意了 那個地面該怎麼走它怎麼走 甭管咋說 一樓的房主始終堅持自己的想法 而水護集團認為 蓬上走管的方案 是最快解決問題的辦法 如果房子同意的話 我們施工一天就能施工完事 就能恢復正常供水 而且我們施工的管線 我們會有自保的 都沒有問題 後續有軟化問題 我們都用資產公司來解決 目前借大眾社區正在全力 做這個一樓房主的工作 下一個我們那個資產公司的話 為了解決百姓臨時允許問題 會每戶發幾張水票 臨時來解決這個應急問題 眼下社區和相關部門 還在做一樓業主的工作 一戶不點頭 大伙都撈頭 那也是人家的權利 這個吧 目前看 還得是商量著來 邻里鄰居的 與人方便 那自己也方便 理是這麼個理 關鍵在於一樓房東 也得認這麼個理啊 眼下 當地的街道 社區和手遊集團 還在積極地想辦法 看看還有什麼更好的招 能讓大伙都用上水 電視機前的能人們 你們要是有什麼更科學合理的改造方案 也可以跟這些熱線會員們分享一下 幫著大伙支持招 各位老鐵千萬別走開 大海熱線2022新春天 大海熱線今天開搶 到底怎麼才能得到 一會兒您就聽我令子 還沒掃碼加會員的趕緊吧 福大只送會員 快來搶台力拼手氣 所有人都聽好了 要想日子過得好 生活瀟灑沒煩惱 趕快加入大海熱線會員 以後再知道煩心事 感人事 鬧心事高興事 這都不是事 大海熱線通通幫你解決好啊 但是記住喔 得先加入大海熱線會員才行 打開手機微信 掃描二維碼 按住實筆 送錢登錄 加入大海熱線會員 立馬就能得到現金紅包 最高可得88元 轉發的朋友 還能天天炒紅包 每天都有消費維權 大力服務 熱線福利購9塊900 所有 這好事上哪兒照去 記住 就算這個碼 加入大海熱線會員 熱線會員帶著好 日子潮灑沒煩惱 趕緊掃碼 加入大海熱線會員吧 說快遞包裡小卡片 只要好評就反現 您遇到都咋辦的呀 熱線家人紅包樂 幸福生活福氣多 快家會員搶福袋 噼里啪啦震天響 湯湯水水花花躺 有人歡喜有人愁 警察叔叔來敲門 小夥突然慌了神 辦啥事兒呢 那些人更適合葛洪藥 嘻火光 雙方 腿痛 关节肿痛 痛痛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你的方式骨痛 葛红药膏正适合 你的慢性腰腿痛 葛红药膏正适合 腰痛腿痛关节肿痛 葛红药膏正适合 葛红牌桂龙药膏 老曼之咳痰痰痠 还咳子呢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每一片黄金叶都采自广西大峡谷 深深黄金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鸡切叶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曼之咳痰痠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黄金油浇完 老曼之咳痰痠 还咳子呢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到底要采妥妥的 好书宝 每一片黄金叶都采自广西大峡谷 深深黄金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活性成分足足的 好书宝 鲜叶萃取黄金叶从采摘到萃取 不超48小时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精华浓缩 满满的 好书宝 一公斤歇液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每一粒都采宝 老曼之咳痰痠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黄金油浇完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斤歇液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曼之咳痰痠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黄金油浇完 老牛可真牛 以前工作业绩突出 跳舞打球也突出 买菜做饭带孙子 样样突出 可现在老牛因为腰椎肩盘突出 书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腰细酸痛 书筋剑腰丸 书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成礼剑 你爱我呀我爱你 那还有先发太厉 有对脸啊有股子 大家都来占肤情 你一分啊我一分 这玩意挺贵的吧 操纳心呢 都是方林赞助的 拿来吧你 慢着 加入会员送给你 自打咱们这个2022新春福袋 闪亮登场之后 咱们的观众和粉丝们都疯了 打电话问的平台留言的 就连咱食堂的这个打饭大姨 都让我给他留两倍 我看了 你要是再不说呀 那都容易挨揍我 我老三说话算数 会员朋友们日日盼 夜夜盼的热线福袋 今天开抢 事先咱得说好啊 应广大会员的要求 咱们属于是提前开抢 是 那要不然老三都得趁到明年 一月份的 这福袋一周之内 陆续都给大伙发出 能等的 现在抢 不能等的 也得抢 数量有限呢 今儿个咱们就从众多的热线会员当中 选出一些幸运儿 率先发放2022大海热线的福袋 所有的会员 都盯好手机 三 二 一 开抢 赶紧看看 有没有收到咱们抢台力的令子 这里边的大对联 大福字 给大伙看看 这都是春节必备的年货 甭管你们家多大 贴就完了 绝对不带宠样的 台力 春联 福字 福袋 你看就这么一大套 全都不要钱 但是邮费五块钱 大伙得付一下 这福袋咱提供 快递公司那不是咱家的呀 你说这冰天雪地的 咱得给快递小哥哥跑腿费不是 绝对支持 甭管你们家是中式装修的 欧式装修的 还是方林装修的 好看又实用 今天的幸运到你那咖了吗呀 暂时没想着的都别着急 关注节目一会儿还有两波 今儿了啊 大伙双十一买的东西 最近应该都陆续的到货了吧 不知道大伙在快递包装里边 有没有看见这么一张小卡片 一般都写着啥呢 写着晒好评得红包 好评截图 添加客服微信反红包 我知道 那不就好评反线吗 跟往年相比 今年这种现象更盛行 你会实话实说 还是为了红包违心的来评论呢 这个都是在淘宝购买东西时 在快递里面的 比较常见 大部分的快递里都会有一些这些东西 小张是名网络达人 像这样的好评反线卡 他早就司空见惯了 在他收到的这些快递包裹里 商家们都不约而同地放了卡片 只要扫一下二维码 给个好评晒个图 就能获得优惠返利 我们通过那个二维码扫码进入 然后他会每天分享几个零元购 就是免费的东西给我们 这两个就是我在群里面拍到的东西 虽说每次反线只有三块五块的 但在小张看来 这就是商家给消费者的福利 进行一个好评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好吧 无伤大雅 除了小张 也有不少人对商家的好评反线行为 表示认同 说不来说能回点本吗 好是吧 商家他要好评 我们要钱不是在互双赢吗 但也有市民不接受商家这种 花钱买好评的行为 你说通过这种手段去 让买家说给一个不真实的感受 那对于我们下面要买的人的话 是一个欺骗的行为 而对于这事 商家们则表示 网购时代 消费者的反馈评价非常重要 不仅能加大网购平台的搜索权重 也是买家下单的重要参考 能够让别人看到一个产品 可能你要是愿意去了解你的产品 就是你的好评率高 你可能搜索排名靠前 你销量也会高 对不对 商户们透露 因为竞争激烈 一些商家为了刷好评 常常不择手段 而掌握了商家的套路后 竟然还有部分买家 用好评来要挟 索要好处 如果你利润 就是说 就做到很低了 对不对 如果买家过来 问你有没有好评 如果你没有的话 只能说部分买家 他可能会对你的 就是说给你一个不好的那一个 为了钱而给出好评 在这样的环境下 这些评价 还有真实性可言吗 你给他点钱 就是质量如果不好的话 他也会跟你好评 这肯定影响其他买家 越来越多的好评反线 让好评变了味 这不仅在某种程度上 会诱导虚假宣传 而且使用这种 人为制造的消费旺盛假象 让获得虚假好评的商品大卖 显然背离了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 也触犯了相关法律 商家利用好评反线的模式去获得好评 这种手段是违法的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好评反线 主要分两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虚假交易 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刷单 第二种是有真实交易 那商家在消费者消费完之后 通过添加其微信的方式 给他进行反线发红包 要求他按照自己的这种想法 去给自己产品进行一个好评 这两种方式实际上 都是侵犯了消费者的 知情权和选择权 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 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为了遏制好评反线的乱象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于今年8月份专门发布 禁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 征求意见稿 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记者调查发现 目前各大网购平台 都制定了具体的处罚措施 不过也有人反映 不少网店还是有办法绕开监管 通过各种方式吸引消费者 参与好评反线 他们都不允许我们在旺旺或者淘宝里面去 给他们要红包 他有的时候是领一些小礼品 有的通过微信啊 会要求你加入群啊之类的 客观评价权可以促进商家提高商品和服务质量 一旦扭曲最终受害的将会是所有的消费者 打击好评反线需要商家和消费者们双向发力 电商平台和监管部门应该加大监测和处罚的力度 而消费者们也要自觉的进行抵制 商家邀请你做好评反线的时候 你一定要慎重 因为我们手中的这个评价权 除了是对自己负责以外 也是对其他消费者的一种推荐 您的一次维新好评或许成全了商家 但是也坑了其他的买家 对于好评反线之类的不正当竞争 执法部门已经开始重拳出击 让不法商户付出相应的代价 促使他们痛定思痛及时收手 同时呢咱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 不要为了迎头小利助纣为虐 各位家人 接下来咱们开门见喜 现在都把手机准备好 打开微信 扫描二维码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拼手速 红包新春台力福大 抢不停 开门见喜 扫码有礼 2022五年福大 来了 对联福字 五年台力 给你安排的名班的 快快扫码加会员 抢台力福大 红包还有没 红包雨继续飘 三 二 一 开墙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不管能够抢包 赢不大 还能 我要出对象 如果你来生 想要打扫码加会员 同样牵头像 咱们的会员数据数 必须给你匹配个有缘人 我的老家可美了 逛聊宇宙 看家乡 美食美景 共分享 扫码加会员 分享家乡美 你家乡好看的 好吃的 好玩的 给全省的老铁们 闲闲闲闲的 快来为家乡代言 头疼 腰疼 腿疼 健康顾问 专制各种难受 甭管哪里疼 来问黄医生 扫码加会员 一招就搞定 跟着红包哥 扫码欢乐多 现金红包安排妥 八八大包别错过 再来一波 会员福利 每周热线福利购 九块九 买所有 新闻爆料 法律咨询 消费维权 有事 您说话 加入会员直对乡 家人一定要分享 转发给亲朋好友 红包继续抢 各位家人 这红包都到账了吧 再不加入会员 您可真就亏大了 咱们2022的新春台力福袋 已经给会员们安排上了 再次强调 只有会员才能得到 所有的会员都关注节目 紧盯手机 抢台力福袋的密码 兴许马上就到 千万别错过了 这一轮手机上 没有收到密码的 大伙都别着急 您就守住咱节目 一会咱还有两轮呢 没抽中的都别伤心 更别闲着 来 都把手机 不都准备好了吗 是不是 现在把照相的功能打开 给咱们俩一起照张合影 看见没 就这姿势行不 您就有机会赢得台力福袋 都准备好了吗 来 跟我一起合影 来 一 二 三 茄子 照完没 赶紧把这照片 发送到大海热线的微信公众号里边 也能参与抽奖 赢台力福袋 说 噼里啪啦震天响 汤汤水水花花糖 有人欢喜 有人愁 警察叔叔来敲门 小伙突然慌了神 犯啥事呢 我要一个打包乎 我要一个打包拨 还不要 有点 合体 而且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浓潭酒壳还没好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到底要采妥妥的 好书宝每一片黄金叶都采自广西大峡谷 深深黄金浓潭酒壳还没好快用 好书宝好书宝活性成分足足的 好书宝鲜叶萃取黄金叶从采摘到萃取 不超48小时 浓潭酒壳还没好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精华浓缩满满的 好书宝一公斤切叶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浓潭酒壳还没好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每一粒都采宝 老门之 可弹喘 浓潭酒壳还没好快用好书宝盘黄金油浇碗 浓潭酒壳还没好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盘黄金油浇碗 浓潭酒壳还没好き用好书宝盘黄金 云山城里记 高 真高 实在是高啊 三七种造肝含量 这么高啊 养力方金三七 专利种苗核心科技 有效成分高 每一口都香浓回甘 每一口都健康满满 养力方金三七 高燥干 七香浓回甘酒 有效成分真是高 养力方金三七 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 眼下已经进入了秋冬进补的好时节 本周咱们的巡卫辽宁 就为大伙找到了一款好鹤 金头八脑 这金头八脑不仅营养丰富 而且脂肪含量比猪肉羊肉都低 这款金头八脑里面的牛筋Q弹爽口 牛腩香而不腻 能炒能炖还能涮火锅 能吃出老多花样了 说起金头八脑 绝对是咱东北餐桌上 不可或缺的一道美食 连肉带筋放热锅里这么一咕咚 软糯香喷的牛腩 加上劲道软烂的牛筋 再配上一碗香浓的肉汤 瞬间整个身子都热乎了起来 咱们已经咕咚好了一锅 热气腾腾的 看着特别有食欲 来咱们尝尝 这个牛腩呢 如果说炖不好的话 它就不容易咬碎 咱们看看这个牛腩怎么样 入口之话 香气扑鼻 你会感觉到一种甜甜的奶香味 很入味 金头八脑里除了牛腩 还有牛筋 其中包括板筋 剑筋和皮筋 牛筋是非常有嚼劲的 而且越嚼越香 如果这牛筋炖得不烂不入味 那就非常影响口感 而且还会塞牙 只需要轻轻的咀嚼 无论是肉筋还是板筋 全都可以嚼碎 由于这个金头八脑是用圆汤来炖制的 所以说特别特别入味 味道很足啊 而且是用让你特别爽的那种香味 这种口感特别适合老年 小孩都可以吃 咱就说牛腩牛筋能炖得这么烂和这么入味 而且口感香软又嚼劲十足 这可不是一般家里能做到的 首先从选肉和改刀上就很讲究 我们这个吧选用上好的牛腩 然后它的又是非常细腻还嫩 吃的吧比较有口感 然后呢我们的牛腩贴质呢 是2至2.5厘米 块太大了吧会影响口感 块太小会易碎 一定有三种筋 有那个板筋 剑筋 还有皮筋 板筋呢一般都是在3厘米左右 然后那个筋皮呢 也都是2.5厘米左右 那个口感也非常腊和 然后吃筋还有点嚼头 搭配一起吃会非常好吃 肉块个头大 入嘴 口感佳 就连肉块的尺寸都是有严格规定的 切好的牛腩和牛筋 是不能直接下锅煮制的 为了保证筋头八脑的品质 还需要很关键的一步 已经切割好的这个牛腩和牛筋呢 需要经过这个热水先焯一下 我都已经能闻到这个肉香味了 这样呢可以续一下它的血水还有末子 为了让这个牛腩和牛筋更加干净 这样做出来的筋头八脑 才能肉香四溢 口感软糯 如果说您感觉吃这个肉太腻了 怎么办呢 利用它这个圆汤 我们还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火锅底料 筋头八脑的火锅底料 你看 咱们爱吃的青菜呀 都可以直接下进来 利用这个圆汤煮出来的这些青菜 也是特别特别香的 非常非常下饭 这款筋头八脑是咱们沈阳的老品牌 有着中华老字号的美称 它的这个原料精选上等的牛腩 剑筋 板筋等食材 采用传统的手工均匀切割 这样就最大程度的保留了牛肉和牛筋当中的营养和口感 在搭配上传承了十余年的独家秘制酱料 和茴香 肉蔻 香叶 丁香 草果等三十余味的中草药 经过精心的熬制 铁锅炒制 炖煮入味 高温灭菌工艺等等十几道工序加工而成 制作过程当中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和添加剂 做出来的筋头八脑 味道鲜美 酱香突出 肉筋软烂 回味悠长 非常适合咱们北方人的口味 汤和肉是分开包装的 回家吃起来非常方便 不想错过这口的老铁 现在就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大海热线微信公众账号 点击一面下方的北方嗨购 电商助力品牌发展 全国四家电视台融媒体联合行动 正在推进中 来看今天的八新闻 日绕香炉生子烟 咬看鸡血挂屋檐 飞流直下三十尺 一是奶砖落九天 我 这天是阳光明媚 采钢房上的鸡血心情呢 也是相当的美 正准备晒个太阳玉泥 怎料是逐渐融化 脚底一滑 噼里啪啦 体验了一把瀑布般的飞流追地 雪崩的时候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局部地区暴雪 满满的大坝开啥放水的感觉 大伙大开眼界之余 这心呢 也可算落地了 终于可以踏踏实实出雾 不用担心突然袭击了 大雪融化能预防 可下边这顿操作 真是防不胜防啊 天冷 人心动了 也不知道楼上谁家这么缺德 一大盆剩饭剩菜啊 就这么往下扑啊 看着自个儿 一次都没用的心背 大姐气的心脏病 都差点发作啊 瞅瞅 一点都没嗓 全兜住了 拿双筷子就能吃了 咋的 准备给被子接风洗尘呢 做腰也得有底线 我看你是缺德欠教育 眼瞅弟弟要瞅血 哥哥出手帮解决 首先眼不见为敬 当无知己是捂住眼睛 然后呢 再来一招生动机器 出点简单的算数题 分散一下弟弟的注意力 一个敢打 一个敢垮 尽管弟弟打得驴唇不对马嘴 哥哥也就说对对对 哎呀 但凡弟弟有个幼儿园文凭 也不会被哥哥忽悠成这造型 该说不说 哥哥这招多少有点误人子弟 论教学 还是瞅瞅咱们安山这位家长的 教科书级别英语听力 哈尔玛嘴一掌 瞬间开紧掌 代入感很强 此刻的我仿佛来到了 英语考试的现场 三长一短选一短 三短一长选一长 哎不对 打题卡呢 我打题卡呢 二年 早前三年你开始学 没什么事干 我说咱俩学会儿习吧 然后就这样吧 对 我是英语准语 真吧 也不知道孩妈是咋做到 说英文和东北话 像两个人似的 不过我掐指这么一算呢 这孩子早早的就拥了 一个妈妈牌的点督笔 以后必成大器 有的孩子文文当当 有的孩子作出了花 我这到底是心疼啥 这一天呢 俩侄子在姑姑的带领下 坐车上盖溜达 见姑姑手是立枕的 一直描描画画 两孩子气质这块自然也不能拉 你瞅瞅 幸好在车里发现了他 我这到底是心疼啥 心疼我的口红呢 还是心疼之子 还是心疼之子 还是心疼我的草 口红当拉笔 两孩子的即兴发挥 使我们隔着屏幕 都听到了姑姑心碎的声音呢 要我说你不应该心疼他 应该让他们疼 不过虽说暧昧之心人皆有之 论化妆 下边这杯那才是专业的 哎呀 真的就你这镜头 用在学习上你就妥 咱不知道别的女的怎么的 女大十八遍 十六靠遍脸 女人在化妆上面的镜头 没有添花吧 首先论化妆的诀窍 眼眼顺序就很重要 提到化妆攻略 各式妆容 姑娘那是下足了功夫 胸又成竹 谁让人家是眼眼界的课代表呢 想学习的快截图 咱说这1597和1579画出来 它能有多大区别呀 问谁也不知道 咱只知道 如果嫌你的女朋友太年人 你呀就给她买彩妆 什么高光眼眼口红睫毛膏 都买齐了 她便自己跟自己玩 三天都不带搭理你的 节目精彩没得说 台力福袋别错过 虎年福袋货满满 手机扫码加会员 实用还有面就是量有限 没加会员的 赶紧扫码加会员 赢得抢台力福袋的资格 已经加入会员的 还是扫这个码 进入抢红包页面 点右侧的转发按钮 赶紧把这图片 分享给你的微信好友 让他加入会员 他能领红包抢福袋 你还能抽奖 你们都有机会赢得我面前的这套 2022新年福袋 台力福袋只发给会员 加会员抢红包赢台力 加完会员 您就坐等好消息吧 没操码的别着急 一会儿还有一轮 说警察叔叔来敲门 小伙突然慌了神 犯啥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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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你的方式骨痛 葛红药膏 正适合 你的慢性腰腿痛 葛红药膏 正适合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红药膏 正适合 葛红牌 桂龙药膏 老曼芝 咳痰痰 还咳子呢 浓痰酒壳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每一片黄金叶都采自广西大峡谷 深深黄金 浓痰酒壳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鸡切叶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曼芝 咳痰痰 浓痰酒壳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 黄金油浇完 老曼芝 咳痰痰痰 还咳子呢 浓痰酒壳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到底要采妥妥的 好书宝 每一片黄金叶都采自广西大峡谷 深深黄金 浓痰酒壳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活性成分足足的 好书宝 鲜叶萃取 黄金叶从采摘到萃取 不超48小时 浓痰酒壳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精华浓缩满满的 好书宝 一公鸡切叶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一克黄金油 浓痰酒壳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每一粒都是宝 老门之 可谈喘 浓痰酒壳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 黄金油 浓痰酒壳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老门之释金 坚持无公害种植 良心释金 养立方金三七 七香浓 回甘酒 就是这个玩儿 健康是金啊 养立方金三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国连锁的大品牌 就人家那专业医生 都有好几万颗牙的种植经验 就你这小虾小米 可怜我这大个牙 你进口一段时间了 康美加CGF高同搜生长因子种植技术 全口半口 当天种 当天用 这么快 就打这个电话 说是大海乐界会员拍片检查不花钱 院长亲自给你看 妈呀 节目开始了 看牙友牌面 就打这个电话 提我 欢迎回来 咱们接着闹 三哥 您看 我听说个翘虎 什么呀 就是个家躺着吧 啥也不用干 就有人给你钱呢 不是 你要发烧了 你就赶紧上医院看看去 别耽误了你的病情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啥正经呢 财务报表录入园 动资日节二百元嘛 小长 就你这个智商 以后你就应该告别自行车了 行了 多了我也不用说了 你看小月的遭遇就值得了 喂 您好 我是咱车区公安局 知道应该啥事找你吗 知道知道 咋的烂 那个 帮助网络 没事 没事 你那个卡 是不是做啥不该做的事的 是是 确实 这是炒换证了 现在那个 我们依法对你进行损换 让去趟公安局管配合调查 好 警察叔叔来敲门 小伙儿突然慌了事 心里合计 自己好么样的 没干啥违法的事啊 警察叔叔咋还上门了呢 不问不知道 一问吓一跳 原来是自己干的活挺着笑 美其名曰 财务报表录入园 工资日节两百元 但是万万没想到 自己上套了 把我的身份证 银行卡信息提供给他们 然后银行卡 他们会在 往银行卡里面收钱 然后会给我提供一个 银行卡号和姓名 然后让我给他转账 就是钱凑到一样数 你就给人转账了 对 小月找了个翘活 各家一堂两百多 可当小月干了两天后 却发现 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了 但是人家跟他说 没有工作任务 小月每天也可以收到 八十元的底薪 小月一合计 这钱跟大方过阿赖的一样了 于是小月一直沉浸在 躺着赚钱的喜悦当中 直到这次被警方传唤 她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进你银行卡的钱有什么特征吗 或者说什么时间段 往你的银行卡进去 每个时间段都有 基本上是从中午十一点开始 然后到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 就是不定时会有钱进入 有的时候隔开张时间 有的时候是隔几秒钟 往你卡里打钱的人固定吗 不固定 然后转账的人也不固定 流水合计人民币三十一万余元 获利三千五百五十元 小月的行为 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各位家人 今天最后一轮抢2022台利福袋的机会来了 听我口令 打开微信 就扫这个码 进入大海热线的微信公众账号 点击左下方的抢红包进入活动 点击拼手气抢红包按钮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抢红包抢福袋 会员福利可不止这些 还有每周热线福利够9块9买所有 新闻爆料消费维权有事您说话 热线家人红包乐台利福袋安排妥 今天没有收到密码的会员 都别着急 关注咱节目 这一波操作 今儿有 明儿有 后害有 时间关系 咱们今天先落到这儿 明天晚上还是7点半 还是北方频道 咱们大海热线接着浪 热心茶